最新的一个新闻,重大新闻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9月27日举行 石破茂在决胜轮中击败高市早苗获胜 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 他预计将在10月1日的临时国会上 被选为新移任的日本首相 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石破茂,67岁 1986年作为自民党成员 首次当选众议员步入政坛 2002年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担任国务大臣防卫厅长官 首次成为内阁成员 自2008年以来 石破茂四次竞选国自民党总裁 但都未当选 这是他第五次竞选 石破茂被认为是党内鹰派人物 自主通过整合美日美韩等同盟关系 设立亚洲版北约 他还主张改变不对称的日美同盟关系 修订日美地位协定 让自卫队与美军共同管理在日本的美军基地 这个是昨天刚出来的最新的新闻 就是下一任的日本首相 就是石破茂了 那么他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目前我所了解到的 就是他马上要把日本的消费税提高到15%甚至以上 会增加很多的税收 来维持日本的社会的正常运转 所以老百姓会越来越苦 我们这些外国人来日本生活的物价会越来越高 谢谢大家